以色列自17号举行国会大选以来,官方至今仍未宣布最终选举结果。 不过根据以色列媒体公布的最新开票结果, 以色列前参谋总长甘茨领导的蓝白联盟已取得国会33个席次, 而再未超过13年的总理尼潭雅胡,领导的联合党则取得31席,少了两席席次。 面对尼潭雅胡稍早提议,由联合党和蓝白联盟共组联合政府, 甘茨相当不以为然地认为自己才是总理,应该由他领导组成联合政府。 对于甘茨明确表态拒绝,尼潭雅胡则是感到失望, 并且说他随时准备与对方进行沟通。 不过,从以色列这次大选结束后的选票统计来看, 尼潭雅胡所创下的长期执政地位几乎已经面临尾声。 在对巴勒斯坦以及中东政策上,一直属于鹰派的尼潭雅胡, 多年来对巴勒斯坦的强硬政策让阿拉伯世界极度不满, 而他本人也面临贪污官司的指控。 以色列今年4月才举办过大选,当时贪污丑闻缠身的尼潭雅胡, 在惊险中才获得连任,却也因无法组成联合政府而导致这次的重新选举。 目前两大党都确定无法跨越120席的过半, 也就是61席的门槛来单独执政。 因此未来两大党如何拉拢其他政党来共组联合政府, 以及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是否将从极右转向中间, 都将是未来的观察重点。 央广编译林博宏报道。